没有什么事忙 也一定要拖到那个点才能安心睡下 关于这个晚睡的强迫症到底该怎么破呢 第一点就是 在白天的时候呢 我们做事情 要给自己一点点输压的时间 你白天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 偶尔你就要给自己 比如说一个钟头 在电脑前面工作以后 起来放风五分钟 听一点音乐或者是做一做体操 让自己白天不是一直长期处在一个慢性 然后高压的状态 这一点很重要 但是呢 有一点比较特殊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 就是白天你输压的时候 你不要打盹或者是去睡觉 因为如果你白天 比如说午睡的时候 你就在那里呼呼大睡的话 你就把晚上的份给睡掉了 你晚上就不会那么想睡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在到了晚上 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睡 比如说你可以在睡前洗个热水澡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时间到了请你把手机关掉 现代人晚睡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不断地在使用手机和电脑 所以你的那个刺激一直不断地给自己 你自然而然 你的可体松就没有办法放松下来 那么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 啊我还是睡不着 没有关系 安安老师教你一个比较简单的放松的方法 那就是你可以试着绷紧你全身的肌肉 绷到最紧 从脚趾小腿膝盖大腿屁股 然后胃背手到头脖子 全部都绷到最紧 然后绷到紧到不行的时候放开 然后你就会发现全身的肌肉 因为有一个反作用力 所以它就突然地松弛下来 你可以连续做个几次 然后让自己的肌肉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放松 当肌肉放松的时候 你的脑部也会开始出现阿法波 那个就是要进入睡眠前期的一个脑波 你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容易睡觉 我们要进入睡眠前期的一片 我们要进入睡眠前期的一片 Faith